HELLO 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以我最近幫朋友組電腦的經驗來說 我發現他們好像並不是很在意電腦有沒有RGB 我在猜他們要嘛不知道RGB可以增加性能 要嘛就是沒有被閃過 怎麼可能有人不喜歡那種炫炮的東西呢? 當然也有可能像我的同事Enter 他就是對RGB的產品特別無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以一個消費者的角度來說 加個燈價格往往就要往上調個幾百到幾千塊 那我還真不如去多買一條硬碟 或者是多插一條記憶體 說真的RGB會讓人覺得厲害 可能是因為RGB總讓人聯想到電競 而電競又總讓人聯想到效能 的確在幾年前電競風剛吹起來的時候 配備卻只要有一定的水準才敢打上電競這個名號 但越來越多廠商發現只要加上電競二字 產品就會讓人感覺很厲害 所以加個燈就把它叫做電競 其實這倒也沒什麼不好啦 只要玩家喜歡 然後用起來的體驗好就好了 今天我就要來開箱 十全專位玩家所推出的新款記憶體 不同於其他電競產品 它沒有厚重的馬甲 沒有閃瞎眼的RGB燈 但它的外觀還是非常搶眼 順便也介紹一款用了全新散熱材質的SSD系列 首先就來看看最新的ZOOS DDR4桌上型記憶體 這次的平台依舊是我的i9-10900K加上ASUS的M12H 雖然記憶體本身外觀沒有RGB燈光 也沒有炫炮的散熱片 但外觀圖案的閃電設計 會讓人直接或者間接的聯想到跟速度有關 整個產品系列非常的廣 從DDR4 2666到3200 其中DDR4 3200還有分CL16和CL20開頭的 感覺上整個產品線已經可以涵蓋普通文書用戶 到大部分的遊戲玩家了 在大部分的遊戲和工作 我覺得DDR4 3200是一個甜蜜點 因為它既有不錯的速度價格又不會太高 但追求極致遊戲體驗的玩家 往往會追求更高頻的記憶體 但也確實記憶體的速度和延遲 在遊戲的體驗中佔據很大的一部分 不過對於專業軟體像是3D繪圖或者影片剪輯來說 記憶體的速度在使用的體驗上 就沒有遊戲來的大 反而是記憶體的容量更為重要 所以如果你是極致的遊戲玩家 那我可以推薦你買10拳的其他款 最高好像有到DDR4 4500吧 那個使用起來一定非常的舒服 那我這次開箱的是10拳的ZUZ DDR4 3200 CL20 16G x2的版本 包裝非常簡單 可以直接看到兩條記憶體就呈列在眼前 記憶體的本身因為沒有額外的散熱片關係 整個非常的薄 說真的記憶體如果沒有要去瘋狂超頻的話 其實整體的發熱量相對於SSD或者一些其他零件還是比較低的 但如果你想把記憶體往10裡超的話 建議還是選有散熱片的為主 記憶體本身支援OC profile BIOS可以直接選擇DDR4 3200的選項 在這個選項下 實際的讀取表現大約每秒42800Mbps左右 而寫入則每秒大約43600Mbps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超頻性能也相當的不錯 我直接把速度拉到3600Mbps 再把電壓加到1.35V CL值不用去動 輕輕鬆鬆也能順利的通過燒機測試 看來這系列的用料還是相當有誠意的 頻率提上去之後速度也理所當然的提升了 讀取的速度直接提升到每秒47000Mbps 寫入更是一舉衝破了5萬Mbps大關 延遲也略有降低一些 真的是相當牛逼啊 再來看到另一款產品 Cardia Zero Z340 M2 PCIe SSD 這次我開箱的是512G的版本 外觀看上去非常輕薄 一樣沒有厚重的散熱片 看可別這樣子就小看它喔 表面這張黑色你以為是貼紙的東西 其實是他們的專利石墨烯散熱片 如果你覺得石墨烯這個名詞既熟悉又陌生 簡單來說石墨烯的導熱能力非常的優秀 因此很適合拿來做散熱的材料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刷李永樂老師的視頻 他有一部專門在講石墨烯的影片 那我在這邊就不多做贅述了 細看規格這顆SSD的主控晶片為群聯的E12 帶有一個2G的金士頓記憶體 儲存顆粒為美光的顆粒 一共有4顆 在Crystal Disk Mark的測試中 讀寫速度來到了3473M和2469M 畢竟3500M的讀取速度真的是非常兇猛 寫入的部分甚至也超過他官方所標示的2000M水準 才512G的容量 讀取速度就可以達到PCIe 3.0 SSD的前段般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個人覺得這條SSD非常的適合裝在筆記憶電腦中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桌上型電腦主機板都有自帶散熱片 把SSD原本那麼好的散熱片撕掉又很可惜 反而是筆記憶電腦通常本身都沒有SSD的散熱裝置 而這種薄的石墨烯散熱片也不太可能去卡到筆電的機殼 因此我覺得如果你的筆電想升級硬碟的話 這條Cadia Zero Z340應該會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總結來說我覺得S泉這次所推出的兩款產品 應該是更面向大眾所設計的 沒有過多的額外燈光或散熱片 對於那些不追求RGB更在乎CP值的用戶或者玩家們 提供了一個很棒的選擇 由於產品本身的質量就很足夠 你甚至可以去買自己喜歡的散熱片裝上去 我覺得也相當可行 我倒是希望廠商多出一點這種不帶散熱片 或者是像Z340這種帶一片薄薄散熱片的產品 然後專門的散熱廠商也多出一些散熱的套件 這樣子讓電腦的客製化程度可以再更上一層樓 好啦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Enterbox 有任何問題或者是想看什麼內容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到我們的頻道裡面去看看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